花年的新住民人口已经超过8000多人了 为了让大众认识也尊重新住民的传统生活文化 南区社福中心结合各个社福机关单位 共同举办心爱的亲爱的新住民文化活动 除了提供相关咨询建构新住民的友善安全网络 全台各地新住民表演团体也来共襄盛举 现场充满了浓浓的异国文化风情 透过镜头来看看 充满中东神秘色彩的肚皮语道 还有小朋友带来印尼传统歌谣 让人仿佛置身在多重宇宙空间里 一秒就能体验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 这是在心爱的亲爱的新住民文化活动现场 除了花莲在地新住民社团协会的表演 全台知名的四面菜船舞团 不仅带来泰国传统舞蹈 现场也进行简单实用的泰语教学 台上台下鼓动热落 你好泰文就是 Sawaddi Ka Sawaddi Ka 对然后男生我们通常会用Kab Sawaddi Ka Sawaddi Ka 对男女有份 根据移民署统计 花莲仙墓前新住民人口将近8000多人 以中国、越南与印尼籍人口占多数 新住民也绝大多数集中在捷安乡 除了南区社福中心以及相关社福机构单位 移民署也针对了南区偏乡的新住民进行下乡豆腐服务 让新住民安心也放心 就是我们每个月会下乡服务一次 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社会 公部门结合各社福机关社团协会 在暑假的第一个周末 共同办理心爱的亲爱的新住民文化活动 提供新住民相关咨询管道 建构新住民一个友善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是玉兰玉礼镇采访报道